明天官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嘗試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跟現代的科技結合的 一個很棒的表演展演方法 跟觀眾一般到音樂廳裡面去觀賞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也覺得很興趣 很好玩 因為已經有兩三年了 所以我們今天大家都回想到那個時候 就會非常的有趣 然後你就 哇 當初我拉出來是這樣子 同時這個跟台上演奏的時候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是要 其實要更精準的 因為它把每一個聲部都弄得非常的清楚 喇叭音響出來的音響效果我覺得也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剛才大家就在開玩笑說 完全不能拉不準耶 也不能 節奏也不可以錯耶 每個聲部都聽得好清楚 可能跟大家在現場 那個音樂會聽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對 那我是建議觀眾先在上面聽一下大合奏之後 再去聽一個每一個各個聲部的音色這樣子 還有它的在這個樂曲裡面 它的分聲部是怎麼安排的 這個很細部的問題 可能就是只有這種現代的裝飾 這種藝術可以看得很清楚